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给你出门的人都是真爱 我要热死了 哈喽 因为太热了 我就没有戴之前那个N94的口罩了 实在太闷了 我就换了这个衣用的会比较薄 之前大家问我那个口罩连接 那个是我阿姨韩国买的 N94 KN94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连接是什么 天哪我真的要热死了 我真的是要热死了 我要来吃上次没有吃到的那家蛋糕店 但是下雨了 快跑快跑 他们家蛋糕长这样 而且好便宜 这么大个才23块 下面还要不顶 然后我们顶了个低帕红茶 第一卡红茶 它就是没什么甜味 第一卡嘛 然后你们是奥利奥 一般啦 我觉得这家蛋糕一般啦 但是它这么一大块23块又是动物奶油 然后戚风也没有说特别干 我觉得算是性价比很高 但是不算好吃 满心期待什么东西啊 当然啦当然啦 它很便宜啦 所以 我点了一杯白桃乌龙茶 但是你们看了它就是白桃的水 因为它是冷泡 然后作为喝白桃乌龙茶的专家 我告诉你们 它的这个白桃乌龙茶 绝对是往上十几块或二十几块的 我和你们说 如果你们要买白桃乌龙茶的话 29块钱跟49块钱 或是跟39块钱的都是油茶 49块钱的比较好喝 真的 可以泡很多回 那种29块钱就是泡一回 我们不死心 我点了他们家另外一款 金沙玉泥 然后这个28块钱 我觉得比较贵 应该会比较好吃 那我们就来 拭目以待一下 哈啰 总结 这28块钱 花的也算 吃的姿势 然后你们那个金沙玉泥 也没有很值 哈啰 下雨了 我们现在要准备走过去 因为那家越南河粉店 就在附近 你们看 他们家有一只可达鸭 听说这只鸭很贵 啊 好可爱 哇 好厉害 这是烤鸡肉串 一般吗 一般吧 听到我那一声轻蔑的笑声吗 这家一般 到底我要说好吃到底是为什么啊 不过他们家牛腩炖的蛮嫩的 一定要去澳门吃雅酥 超好吃的 澳门有加越南河粉叫雅酥 巨好吃 我上次带我朋友去吃 我朋友一定念念不忘 至今都念念不忘 这家的鸭肉串 目前吃了他们家全部 我都觉得一般 我只能把希望寄予在这个鸡翅上面 你会后悔了 你会后悔了 气死我 很失望 今天都非常失望 哈喽我们现在来逛DARA DARA这新的一季夏季的衣服 还很多挺好看的 我觉得我刚吃太多 我肉都挤出来了 看到了吗 哈哈哈哈 我在等我朋友买单 我刚才吃了两句 欸他买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准备 我们现在要准备手咯 点了一杯那个 他们的新品 提拉米出新冰了 怎么样 揉了个眉头 两口都没有嚼 再再喝一口 你不要喝一下我 你不要喝一下我 你觉得我好爱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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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必死你名了 你的是要不好喝 他的很不好喝 因为他那个芒果的浆味道 有点脸像 哈喽我到家了 我的妈妈我要累死了 哈喽我回来了 嗯 我的妈呀 我要热死了 我这衣服真的买小了 你们知道吗 这样看可能觉得还好 但是正面看就会显得凶非常大 因为他是君马 但是我今天去扎瓦斯衣服 我居然穿得了他们家Alma的裙子 而且是那种修身款 我突然觉得我走进了 微胖世界 而不是肥胖 今天吃的那在越南料理实在是太难吃了 小叔的朋友们 你们到底要欺骗我多少次呢 要吃的话还剁了厦门的西贡 厦门那个西贡也挺好吃的 唉说着说着我又好想去越南了 我觉得那个菜兰开的那个越南粉也很好喝啊 对但是有些人说他味精味很重 可是越南粉他就是吃他的味精味啊 哈喽同志们 我又出现在泉州的街道上 啊这家没开门耶 他们说这家非常好吃 这家芋头饼 然后我现在要去一家 很旧物 就是很敏南的一家咖啡厅 叫造咖 就是敏南话的是厨房的意思 但是它是一家咖啡厅 我朋友还没来耶 快来了吧 等我这两天有空我去写一个泉州 近几年吃的比较好吃的餐厅之类的 写个合集在微博上好了 这一家咖啡厅之类 是 这一家咖啡厅之类 检奇 哈啰 这家店是一家闽南古风的一家店 就是很多那种旧物东西 然后这家店蛋糕挺好吃的 比我们上次吃的甜罐好吃不知道多少 會想要來第二次的那種 哈囉 啊好多人排隊喔 我在思考不要買欸 是的 我決定來排隊了 哈哈哈 來 傑哥回去給我媽媽吃 我媽媽應該很愛吃這種 每天下午四點半 五點開始賣 賣光為止 賣了甜的 還有分甜的跟鹹的 我們沒有買到鹹的 只買到甜的 我們買到了很好吃耶 我們剛剛吃了個甜的 然後它的外皮非常的脆 然後芋頭非常的綿密 我們現在要來買醋肉 嘻嘻 它什麼肉賣欸 這家是我在網上看到的 所以來試一下 好多喔 你這次在錄嗎 哈囉我買了醋肉 然後我是買了一點點 因為我朋友都不吃 但是它不是我們平常吃的那種味道 是有點 蒜味嗎 怎麼樣不錯吧 好吃 我朋友眼睛都睜大了 這家 這家 它沒有招牌 在炫湖小區對面 你要不要吃紫菜丸 好像我還買他們家紫菜丸 你們在吃快速嗎 再來快把我給它 好吃欸 我覺得這個肉比較多 醃汁像那個 醃汁像那個 豆菜草 但是醃汁像口感我比較多 這太硬了 你們快來買好嗎 哈囉這家非常好吃 好吃到我吃完了又來買了 哈哈哈哈 它現在正在炸醋肉 看到了嗎 這家醋肉好好吃啊 它到底什麼味 蒜味嗎 這家好好吃 這家飯要成為第一名了怎麼辦 因為它都是實的肉 你們知道嗎 有些醋肉它不是粉多 就是肥肉多 可是它全部都是肉 我們現在來到旁邊一家 港式茶廓 謝謝 老闆你是香港人嗎 我覺得你口音很像台灣人 沒有我摸到台灣 但是我在香港在那個時候 就學這個 我可以喝一下看看正不正宗 哈哈哈哈 說實話嗎 只好說實話 茶味不夠濃 老闆 很有趣 哈哈哈哈 因為我剛剛說過他們家 凍寧茶 茶味不夠濃 於是老闆就送了我一杯 這是絲襪 原本3月份就要回去了 結果拖到4月 就拖到5月 6月 現在7月 這蠻紫色的耶 好 現在醋肉好好吃啊 好好吃喔 我本來今天很想克制 但是沒想到因為這個醋肉 讓我沒辦法克制 好好吃 我一定要寫一個東西在 我要把全州的醋肉 寫個合集放微博 過兩天就寫 耶 我的撈麵上來了 看上去有沒有很好吃 它有個糖心蛋 我最近真的超好吃撈麵的 哇哦 其實我和你們說 我們待會兒 這個不是晚飯 這是點心 我待會兒還要吃飯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容易吃了 我已經 今天我已經128了 你們知道 你要不要吃 你要不要吃 7月的撈麵超好吃 就是這個味 就是這個印尼的味道 印尼然後麵的味道 嗯 這個麵還挺好吃的 當然它是印尼然後麵的味道 好 雞蛋跟 雞蛋跟雞排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好 好 但是有點貴就是 我這一份要40 你在我在澳門吃的時候想 澳門呢 五蛋加 一根超長的那個香腸 才20塊 跟這一模一樣 嗯 你看到這個雞排不錯 吃肉 要不要吃齁 吃一下嘛 看老闆請我 請我喝一杯鴛鴛的份上 他們家撈麵不錯 就是有點貴 然後他們家的那個茶走 也不錯 奶外很重 這個茶就一般 哈囉 我們現在準備去吃晚飯 我現在很飽 哈囉 我回家了 天啊 好累 剛才跟我朋友他們吃晚飯之後 就回來了 對 又到了我們總結的時刻 今天 讓我比較意外 是那個 莊阿姨的芋頭餅 因為我之前一直有刷到 但是我對它就是沒什麼興趣 因為我一直都很不喜歡那種 就是古早味的芋頭餅 會覺得它乾乾的 就是那種粉粉的 結果 它今天讓我非常的意外 因為它那個餅 外面很脆 非常脆 然後裡面的芋頭 非常綿密 然後甜甜的 它唯一不足的地方 就是 它外面那個皮 是用油炸的 所以就有股那種 油味 對 可能會有點膩 但是很好吃 非常脆 一定要吃那種剛出爐的 就是它剛做好的那種 當場買當場吃 超好吃 然後 然後今天那個醋肉 也非常的 讓我意外 非常好吃 好吃到我吃完之後 又去買了一次 然後我們吃完醋肉之後 不是又去了一家 港式茶餐廳嗎 那家印尼撈麵 很好吃 但是很貴 我那晚40多塊錢 我覺得開在學校門口 而且又在泉州的物價 我覺得真的是挺貴的 所以這一期的 吃垮泉州第二集 圓滿結束 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滿意 甚至我覺得比第一期還好吃 對 好啦我現在趕緊卸妝洗澡了 所以我們這期的 吃垮泉州的ROVE 就到這邊結束了 欸 感興趣的話 可以去吃一下 那我們就下期視頻再見 掰 喜歡給我點個讚喔 Q